安省省選結束 虽然進步保守黨以83席大多數執政 但今屆的投票率卻創下了歷史新低 而新聞主黨和自由黨 就要面對重整旗鼓和選出新黨灰等問題 由何家迫骨 安省選舉事務處的數據顯示 今屆省選投票率只有43.5% 創下安省省選有史以來的最低投票人數記錄 低於2011年省選時的48%投票率 進步保守黨獲得略高於四成的選票 實際的得票率少於新民主黨和自由黨的總和47% 傳媒今日就低投票率問省長杜格福特 會否影響執政的認受性 杜格福特以此回應 杜格福特又說 獲得最高選票的候選人當選制度行之有效 另一方面 加拿大廣播公司分析指出 新民主黨黨魁賀華斯和自由黨黨魁鄧德華 在省選結束之後都宣布辭去黨魁的職位 令到選出新黨魁成為選後的首要工作 對於新民主黨 無論新黨魁是誰 首先必須要給省民認識 這樣往往需要一段時間 而自由黨這次省選失利是因為未能擺脫過往的陳舊形象 目前認識不會比上一屆好 新黨魁的挑戰是如何向省民展示不同 而在兩黨尋找新黨魁之際 未來一段時間進步保守黨施政將會變得暢順 然後 在一旦